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Coco早餐节目 今天我们的节目很丰富 在前半小时 我们请到了诺亚方舟动物同乐会的负责人 是一位我的好朋友 她也是一位心地善良的美女 哥家里小姐 家里早 Coco姐早 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你跟那个哥伟如真的有情提关系吗 据说是远亲 好性哥的人很少嘛 对不对 台湾大概不出五户吧 真的啊 对啊 因为我们这个姓就是边疆民族蛮夷的姓 所以你是南蛮还是北蛮啊 我们是枪族 枪族 枪族算北蛮 对啊 会不会长得漂亮 因为南蛮北蛮都比较漂亮 这样会被歧视吗 我们今天这个请到的家里是来这个谈他照顾这个流浪动物吧 对 诺雅方舟这个动物统论会是专门这个从事工艺方面的你用木款来把这个安老动物 对对 其实应该说 因为最近这几年其实动保的观念已经很兴盛了嘛 但是我们修比较特别是我们是做老病残的 对就是可能年纪比较大的或者是慢性病 然后或者是残障 那因为这一块台湾过去比较少人做 一来是因为老病残的动物 其实跟老人一样嘛 他们需要的一些医疗照护资源 对需要长照法 对对需要长照 其实最近柯P也在推这件事情 对上个礼拜柯P其实还特别针对台北市有四个单位去颁了一个 动物的安养的一个证照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们诺雅方都得到了他的证照 对其实上个礼拜有四个单位 另外三个单位是动物医院 那因为动物医院本身就在做医疗 那我们协会算是当中唯一的一个非盈利组织 那也是因为当初其实这是有个故事啦 因为我自己一开始的第一只 我第一只自己收养的狗 它就是特殊性 它是癫痫 就是我们讲的杨颠峰 对所以我刚收养它的 那几年前 很久了 那已经是快二十年前 但是它是我的第一只收养狗 那我记得那时候它 一开始杨颠峰发作的时候 我送到动物医院 动物医院直接给我建议就是安乐死 我当时很惊吓 我想说为什么要安乐死 那是小宠物狗吗 不是它就是一般的米克斯 混种犬 对混种犬 但是它很乖 然后我就问说为什么要安乐死 然后医生其实就给我了一个讲法说 台湾现在没有太多的动物医疗资源 跟主人有那个耐心照顾受伤或生病的狗 对那后来其实我 因为我的个性天生有一点点比较好强不服输 所以我就后来透过很多种不同的方式 那也很幸运后来我找到杜白医生 对那杜白医生有教我说 怎么去照顾特殊性需求的狗狗 那我发现其实透过 其实透过一些知识 或者透过别人教你的一些技巧 然后当然其实身边要有一些支持的人 告诉你说其实这是有机会的 然后那只狗狗 其实从那个时候医生 我记得第一个动物医院跟我判断说 那只狗活不过三岁四岁吧 我是照顾他到十二岁 是吗 对他十二岁才离开 对后来我就觉得说 那是一个经验 然后我另外一个经验是 我的另外一只狗 他是因为出车祸被弃啊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 我带他跑了七八家医院吧 没有医院愿意收容他照顾 出车祸被弃啊 是你人家送到你 他在驾训中心出车祸的 对他可能不知道 其实应该本来是有人养的小狗 因为他是一只小宠物犬 然后也蛮漂亮的 可是可能不知道为什么 走私了或怎么样 他就是在那个 永和的那个桥下面 佛河桥上面有很多那个驾训中心 他在那边就是出了车祸 对后来 就下半生就是瘫痪嘛 然后也是医生那时候判定他 也是叫我安乐死 所以医生很容易直接建议你 安乐死这些事情 然后我那个时候 也是因为就把他带回家照顾 后来我还为了这件事情 那个时候的工作我就离职了 因为很少 很少老板能接受说 你临时有状况请假回家 是因为你的狗狗生病 你做过这样事 然后你没有 我做过 他还给你聊耳光 他应该就直接叫我走人 他一开始 一开始我前老板其实还有尽量同理我 但是支持我 但是后来他实在无法接受 对那我就把工作辞掉回去照顾他 可是我那只小小狗 他六个月后 当然也动了一些关节手术了 六个月后可以走了 可以走 可以走 对虽然说走路的姿势 因为他骨盆已经碎了嘛 走路之不对 但是其实可以走 那其实透过我自己本身的经验 我就有发现到台湾在这一块 照顾有特殊性需求的老冬啊 对老残病的动物 其实都很容易直接建议你 就是放弃这个生命安乐死 可是其实如果就是像我一样 如果你孕迁好 碰到像我一样 有人告诉你怎么照顾 有那个知识 其实这些动物都有希望的 就是他们 我后来那只出车后的小狗 活到18岁 哇 对 所以各位你如果是这个 动物的喜好者的话 各家里他有神秘的妙手 可以让这个 动物能够健康的活下去 有一次我记得你在脸书上写说 要去抢救这个动物医院里面 被这个安乐死的那些流浪犬 对不对 后来都抢救下来了 对 现在你们家还有几只狗 现在我自己是三狗三猫 然后诺亚方舟动物协会里面 现在是八狗一猫 八狗两猫 诺亚方舟动物协会的地址在哪里 我不要告诉大家 因为会有人来丢狗 应该说欢迎大家上来看我们的脸书 我记得为什么台湾很多人喜欢把狗狗这个丢掉 我觉得其实 为什么很多的四组 他发现他的狗狗生病 他竟然可以就把他 我有个朋友他有一次告诉我说 他亲自看到一对年轻男女 他们骑着摩托车 把一只狗狗就放在路边 然后就跑掉了 然后那个狗狗就一直追 他就在旁边哭哭 对 其实我自己 我们也我自己有同样的经验 而且不是那种一般的 可是就是民种犬 就是马尔祭司 我有一次我们自己去收容所 以少去救狗的时候 我们碰到一个 虽然是一个年轻的男生 他带了两只 整理的很漂亮的 很干净的一个马尔祭司 然后跟 因为我们就听到 他跟收容所人对话 那两只马尔祭司 是他老婆养了十几年的狗 然后因为他老婆怀孕了 然后他妈家里长辈觉得 怀孕的时候 有狗狗不好 就叫他把那两只狗 带到收容所器养 对 其实我觉得台湾在 当然我觉得现在台湾 很多人真的把 把狗狗跟猫 当做家人跟猫孩子 像我们讲的 可是其实大部分 在这个部分的观念 其实还是有蛮多地方 需要被教育的啦 就像我很喜欢 我很喜欢我们自己 动包圈很爱讲说 我们很怕有动物的电影上映 尤其是有狗的 然后大家就会去养狗 养到他不耐烦了 他就把他扔掉 不是因为他们其实并不了解 那个狗的特性 或自己适不适合 有没有能力 养狗跟你要小孩一样 对对 就是你有没有那个 这个我觉得 可可姐大概就了解 像我们这种养狗的 你很难出去放心的 玩个几十天 你要去这个 要脱婴啊 对 跟你要把孩子 托育的道理一样 但是很多 然后你就不要养嘛 可是就是很多人 没有那个评估能力啊 对 那你刚刚讲 柯P他这个 其实柯文哲当市长 对于这个流浪动物啊 这个动物保护 对 他有非常特别的 这个承诺 而且他还说将来 台北不要有安乐死啊 对不对 其实已经1月7号 开始上路了 已经不可以有安乐死 已经不能有安乐死了 其实欧洲国家 做得非常好啊 像德国 德国 完全没有安乐死 德国跟荷兰跟瑞士 他们不但没有安乐死 而且像我自己知道 他们的动物领养啊 是排队的 对 因为他们不会去到那个 繁殖场去买动物 而且繁殖场是违法 台湾很多是 很可怕繁殖场 然后他 就把那个母犬 把它一直生一直生一生 就把它扔掉 你碰到这样子的 我们协会 对 因为我们协会 其实大部分 我们协会最多收容的 其实就是繁殖场 呃 弃养的种母 就是说 专门来生的 那为什么那么多 其实他们因为 他们的生活环境 大概就是一个笼子里面 大概关五六只 所以那种种母啊 他有 我们救出来的时候 除了又病又老以外 其实都没有站立能力 就两只后脚是站不起来的 那大家会问为什么 没有 他五六只挤在一个铁笼子里面 然后他们脚掌 其实 听他也不让他们出来啊 不出来的 他们长期脚掌是陷在铁笼子 你知道 专门生孩子啊 丢子生啊 对 所以 所以他们 呃 大概救出来 都会有 比如说心脏的问题 嗯 然后呃 腹腔都会有严重的发炎跟感染 嗯 这个都是繁殖场的狗 但是刚刚扣姐有提到一个重点 台湾不只是因为 违法的繁殖场很可怕 嗯 其实台湾就算合法 有有有繁殖执照的 呃 繁殖场 其实 他的环境也是很糟 对 因为没有管理 缺乏管理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嗯 对那这个很多东西都要从法源 然后其实 更重要的是 我觉得从人民的一个教育 就是从社会的氛围 对 因为我很爱跟我的同事分享一件事情 因为很多人问我说 呃 因为我们协会在做老老病残动物的收容以外 我们还在做煤青 就是说 你想收养动物可以来协会 嗯 但是来我协会不是说 你有爱心 对 你不是有爱心来找 我们就 其实我还会有面谈 然后我还要去家访 嗯 我会希望透过一连串的一个 大家的讨论跟 呃 评估以后 我确定你有你有能力 跟有这个 准备好的一个心理 去养老病残的动物的时候 我们才会让你养 而且我们有试养期 好 所以不是像你这种专家 这个他可以把老病残的动物带回家吗 应该说可以 但是就是后面要接受协会的课程吗 他他他是不是要付太多的医药费吗 很多人他把把那个他们的动物给 呃 呃 弃啊 都是因为他可能要付这个医药费 那像你们怎么办呢 你们协会哈 如果需要医药费 就是用募款的方式吗 还是说你有合作的动物医院的 或是医生呢 其实刚刚后讲一个重点 就是说我们协会确实最大的支出 就在于呃 医疗费用 对 医疗是我们最大块的一个支出 那这个部分除了说我们靠募款以外 那我自己 我们自己本身有大概六个不同专科的一个 受医院会合作那当然他们不可能是完全 抑诊吗 但是他们就是会给我们一个比较好的优惠方案 那包括说像从我们协会收养到的动物 我们其实都会跟这些医院交代 如果这些动物因为是长期的一些慢性病要回诊 其实我们从我们这边收养到的 呃收养家庭都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资源的协助 那这也是长期以后我们协会想推动的 其实我们有想要推一个像类似呃 长照的一个会员卡 就只要在我们协会这边收养的动物 我们会给他一个卡 然后他用这个卡其实可以得到很多的资源 那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未来三到五年 我们想要整合一些 呃医疗啦照护啦老动物的饲料啦 这样的资源我们想整合在这个平台上面 因为对我来说呃有爱心去做这件事情 是一件事情 但是我觉得诺亚方舟比较特别的是 我更希望是建立一个模式 这套模式以后不只在台北市 柯P这边他们去推广这件事情 以后我希望像是因为我知道像赖清德啦 林家龙啦这些是县市包括像郑文燦 桃园县市这些地方 他们对于流氧动物都有一套他们自己的想法 所以柯P已经走出一个还蛮不错的示范嘛 对不对 好诺亚方舟协会还得到柯P颁奖 柯P要颁奖不太简单 柯P好像要求很严格嘛 对不对 好 好哥家里是我的好朋友 其实家里的正业是公关 而且他做非常大型的公司的公关 最重要的是他是一家 可以讲吗 很有名的酒商 就是威士忌的酒商的公关 那他在他的正业之外 做的诺亚方舟协会 是我们的朋友圈里面对他非常佩服的 今天的请这个家里来到节目 当然一方面是我们希望能够 把诺亚方舟协会他们照顾动物 特别是老病残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能够推广 那台北市政府对于处理这个动保 跟特别是被弃养的流浪动物的政策 以后不可以安乐死 应该是全台湾都不可以有安乐死 然后台湾的繁殖场很坏 有坏的繁殖场就应该把它这个整顿 对不对 把它这个绳之以法 不能够这个用那种方式来赚钱 不人道的方式 非常非常不人道 其实你刚刚讲的那些欧洲国家的做法 我们翻过来这个接受这个照样做就够了 对不对 那这个下半段我们要讲的就是诺亚方舟协会 仍然是需要一些基本的这个资源的 而这个资源呢 靠着是家里的魅力 用募款的方式 这个支撑了很久 不过最近呢 他得到了一家澳洲酒商 对 提供的这个红酒 很奇怪 这个澳洲酒商 为什么会提供你600多支红酒 然后希望你募 就是意卖之后 然后把钱都做诺亚方舟协会的资源用 这个澳洲酒商怎么被你说服的呢 我们要进广告 马上回来 今天呢 诺亚方舟协会的负责人 这个哥家里在现场要谈的就是诺亚方舟动物同乐会 城上这个是酒商啊 对啊 Wayson Lake 爱心红酒义卖活动 已经卖了300多支了 370支 还剩300支 还剩300支 好的 这个家里的朋友 我的朋友 还有喜欢动物的 还有喜欢红酒的 反正要过年了嘛 对啊 送你一边送红酒一边送爱心 有什么不好呢 请家里告诉大家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现场 最后五分钟来 我们来意卖这个 Wayson Lake的爱心红酒 这是诺亚方舟动物协会 刚刚得到了台北市政府科匹所颁证的一个这个专门照顾老病残的这个安养的这个动物的示范中心证啊 这个是哥家里是唯一一家布什医院嘛对不对 你们是协会 好这个诺亚方舟动物同乐会呈上 Wayson Lake爱心红酒一脉活动 跟我们讲一下 然后呢 希望我们听众朋友 大家告诉大家 好 我要特别讲说 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机缘很特别是 其实这对夫妻 他们本身不是大家印象中 想象中在电影面看到那种 很有钱的葡萄庄园的 对 不是没有那么浪漫 就是漫步在云端之类的那样子 就这对夫妻 其实他们自己在澳洲 也是住在那种小房子里面 那当初其实因为 他们也是手养流浪猫的一个爱心夫妻 那我有一次去澳洲 因为工作出差 去拜会这个酒庄的时候 他们就跟我聊到 除了酒以外聊聊 大家又聊到动物 然后动物就跟他们说 我在台湾有这样的一个 流浪动物的协会跟想法 那这对夫妻很有心 他们从澳洲就回来台湾的时候 特别来看了动物 我们的动物协会 他们是澳洲人 先生是澳洲人 太太是台湾媳妇 哦是是 对 太太是台湾媳妇 那他们来看了以后 他们自己很感动 那当下太太跟先生就跟我说 我们没有钱 我们有的就是酒 就他们酒庄的酒 对 他说我们有的就是酒 那我们可不可以捐这一批酒给你们 那其实 我也觉得这件事情 也让我看到 我觉得同样一个人 在看事情会有不同的观点 有很多人听到这样的一个捐酒 很多人说 这些酒是不是他们卖不出去啊 或者这些酒是不是没有人要喝 或者是比较不好的酒 所以才会捐给动物协会 那我要特别讲 就是说 其实这家酒庄是我自己个人的爱酒 在澳洲来说 那他也其实之前在台湾 曾经有代理商是 比如一进来就立刻秒杀的 他们在2009 2010 2011年 在澳洲的单一品种的红酒 黑皮诺这个品种 品项上面是冠军 所以他们是真的冠军 所以他这个酒庄就是 Wayson Lake 就Wayson Lake 对 那在台湾没有代理商 那这一次这对夫妻就等于捐了 670支给协会义卖 那当初其实我在 刚烧这批酒的时候 我也觉得 应该 台湾喝红酒那么多 你不是酒专家吗 对对对 我想说台湾 对一来我自己也是做酒商的公关 再来就想说 这客家里很恐怖啊 他那个酒这样子 不管是威士忌啊 红酒 任何酒 在他鼻子上一闻 他就可以马上讲出来 他里面有什么花香 好恐怖 对 扣扣姐就说 我怎么没闻到 你到底闻到什么 那鼻子长得跟我们不一样 然后他跟我说 这有什么花香 我再闻一闻 就有嘛 我有说也没骗你 好吧 对 我养狗酒了就狗鼻子 所以你把这个 对我把这个红酒 对对对 也就是他们酒庄的这个 比较一级的酒 是不是 其实是 其实应该说 这是他们酒庄里面的最基本 大家一般来说都能接受 他就把他运来670瓶 对就670瓶来台湾给我 然后我们的目标项目 150万 但是现在就是 一瓶多少钱 两瓶 平均一瓶大概2000到2000 所以他有不同的这个 有不同的label 但是我们运气还不错 我们第一次易卖的时候 把贵的酒都卖掉了 对 一支5万块的 已经易卖掉了 对 在2009年 没错 然后2009年那支易卖掉的 购买的是一位科技人 一位科技界的人士 对 但是他知名不惧 对 好好 那他应该可以再来买 好 我们还剩下多少瓶呢 我们现在下300瓶 然后希望努力能够在 2月底前 能够再把剩下的酒给卖掉 对 就是过年了啊 很多人可以买这个酒 然后就存爱心的这个年礼 不就得了吗 其实就是 因为我现在的观点 就是觉得说 你可以做爱心之外 还可以有红酒啦 对 还可以喝红酒 对 我觉得台湾喝葡萄酒 人士多数也都是 比较心思细密的嘛 不过我给你讲 葡萄酒从200块开始都有啊 对 台湾葡萄酒是一个笨蛋 我每次一看 为什么这个价钱差那么多 所以呢 你们这个一支是 两千块 两千块 你跟我们讲一下 什么叫黑皮诺 黑皮诺是一种葡萄酒的品种好吗 葡萄的品种 黑皮诺应该可以算是 葡萄品种里面 比较特殊的品种 因为它比较脆弱 那这个也会影响到 脆弱的意思是 这个葡萄容易受伤 对 所以像黑皮诺 像这一批酒来到台湾的时候 我都建议说 三个月内不要喝 容易受伤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它的酒值 在运送的过程中 会产生一些不稳定的分子 因为会呼吸 因为葡萄酒 都还是在呼吸的状态 那所以它刚到台湾的时候 它的酒值会晕船 人家说真的会 会晕船晕机 因为我之前有一个朋友 他就跟我买了以后 他们家平常有在喝红酒的 他们喝了以后就说 这个酒味道怪怪的 那我就叫它再放一段时间 就是一一期 所以来到台湾 你拿回家的时候 就要把它安抚一下 跟它沟通一下 安置二到三个月 懂的人就懂了 对不对 应该喝这个都是懂的吧 所以要怎么去买呀 麻烦大家就是 我们在1月22号 1月22号的下午3点 我们会在一个台北的 一个设计酒店 做一个义卖活动 哪家酒店 私旅 私旅酒店 对对对 22号 今天是那个12号吗 10天以后 10天以后 下周日 下周日下午 对下周日下午 欢迎大家来喝红酒 现场那是用拍卖吗 还是 没有我们其实就是现场 就是意卖 没有拍卖 因为拍卖酒已经卖掉了 就认识的人 就把可以买酒的人 带过去 是然后大家可以来 然后我们其实当天 也结合一个建筑师 诺亚方舟协会照顾这个老残病的这个老的毛小孩 所以得到了科毕的台北市政府所颁布的这个安养的示范中心的证照 同时呢 诺亚方周席会在22号有一个募款 这个募款是一位澳洲酒商所提供的这个红酒 但是还要提醒大家 这个喝酒是不能开车 开车请你不要喝酒 而且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是不能喝酒的 这是在我们这个非常这个强调的一个台湾社会 很重要的一个这个自我的认知 好时间到了 等一下再把你这个22号的时候再说了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